这个问题,第一个动作呢,先把F对X偏为 那我们微分出来变3X平方加2Y减4,令它等于0 然后呢,F对Y偏为,对Y偏为的时候X看成数字 所以第一项0,第二项Y平方微分变2Y 那这个2XY对Y微分以后剩下2X -4X微分对Y微分变0 那-3Y微分剩下-3 那令它等于0 接下来呢,就是你要下去解连力 我们要把所有同时满足这两个式子的X跟Y 把它解出来 那因为第一个式子有一个2次4 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呢 把这个第二式里面的这个2Y 给它用X来替换掉 所以我们由第二式 我们得到呢,这个2Y 它实际上呢,就是-2X加上3 把这个东西呢,把它带入到第一式里面去 把它带入到第一式 那所以第一式呢,就变成了3X平方 然后呢,2Y换掉 换成这个-2X呢,加3 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4嘛 把它抄下来 好,那因此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就得到呢,这是3X平方 减掉2X呢,减掉1等于0 那我们把这个第二式,带到第一式里面替换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2次4 整理到这边我们发觉呢 它刚好可以因式分解 我们把这个X呢,拆3X平方拆成S跟3X 它后面这个-1呢 因为中间是-2的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拆成-1跟1 你这样子交叉相乘之后 -3X加X才会变成这个-2X 所以我们由因式分解 我们就知道说呢 原来这个式子哦 它是可以拆成S-1 还有3X加2 加1 那因此呢 解出来之后哦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X呢,是等于1 或者是呢 X等于-1三分之1 这样子两个解 那S有了之后 Y就有了嘛 如果X求出来是1的话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哦 这个S是1哦 -2加3就是1嘛 然后所以Y就是2分之1 那如果这个S呢 是-3分之1的话 我们把它带到这个里面去哦 把这个式子做到这边来好了哦 这个2Y哦 它就等于-2乘上-3分之1哦 再加上这个3哦 所以这个做出来是3分之2加3哦 那也就是3分之11哦 那因此Y就等于呢 6分之11哦 好,我们把它填过来哦 这个Y就等于6分之11哦 好,所以第一个阶段呢 解出来哦 这个曲面上哦 它的临界点呢 有两个哦 一个是1,2分之1哦 啊,另外一个是-3分之1 然后6分之11哦 好,6分之11哦 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哦 好,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哦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要把这个X的二阶偏倒呢 把它求出来哦 好,F5呢 对X再对X偏围哦 同学对X偏围呢 在这里哦 你再把它对X偏围呢 它就变成6X哦 我变6X哦 接下来呢 F5呢 对Y再对Y哦 对Y再对Y在这里哦 这是F5对Y的偏导哦 你再把它对Y微分 只剩下2而已哦 其他微分都变0哦 所以这是2哦 然后呢 F5对X哦 再对Y哦 这里哦 对X是这个式子哦 再把这个里面对Y 所以它剩下2哦 剩下2而已哦 那因此呢 我们从这边呢 可以知道呢 判别是哦 这个Data呢 它就是F5对X再对X哦 然后乘上F5对Y再对Y 再剪掉呢 F5对X哦 再对Y哦 好,那么这个东西呢 做出来之后哦 它就等于 这个6X乘上2嘛 就12X哦 再剪掉这个2的平方就是4哦 好,就是12X减掉4哦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判别式哦 然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建议同学要做一个表格哦 那这个表格左边呢 就是摆这个判别式哦 判别式主要是检验你在第一个阶段做出来的那些点哦 到底是不是马鞍点哦 那如果检验出来不是马鞍点的话呢 你再代入到这个X到二阶片导哦 看看它的曲面呢 是曲向 弯曲向上还是弯曲向下哦 好,这是6X哦 那我们刚才的两个点哦 一个1,1分之1哦 把它放过来哦 那另外一个点呢 是-1分之1哦 然后6分之11 把它放过来哦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点的S坐标Y坐标 带到这个判别式里面下去判断哦 首先这个1哦 S是1你给它带下来这个大于0吗 他这个-1分之1你给它带进来呢 -1分之1乘上12-4-4-4小于0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点就是马鞍点哦 它就是马鞍点 所在的位置哦 那么1在这边大于0表示它这个函数在这边有极大或极小 那我们再带入到二阶结果发觉说呢 它使得S的二阶偏倒大于0 换句话说它在这个点这边弯曲向上哦 曲面是弯曲向上 所以它在这个点这边会有极小值哦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题目的答案哦 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把它写出来了哦 就是这个函数呢 它的极小值哦 会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1 2分之1这个地方哦 这是它的极小值哦 那这个极小值等于多少呢 你必须要带入到原函数哦 下去把它求出来哦 那我们把这个原函数哦 S带1哦 同学这个S带1哦 Y带2分之1 S带1Y带2分之1 所以这一项是1 S要带1 Y要带2分之1 所以这边是2分之3哦 再加上这个5哦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多少呢 同学计算一下哦 我们把这个S带1Y带2分之1 带到原函数里面去哦 去算它的这个极值哦 那你把这些1加4分之1加1减4减2分之3加5 算出来呢是4分之7哦 要忘记换颜色了哦 所以呢 这个题目哦 它的第1个解哦 就是这个函数呢 它会有一个局部极小值哦 这个局部极小值发生在1 2分之1这个位置哦 那局部极小值是哪 是多少呢 是4分之7 4分之7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就是马鞭点哦 马鞭点呢 其实我们这边偷懒了哦 就是通常你还需要算它的YZ坐标 不过呢 马鞭点发生的位置呢 是在-1 3分之1 6分之11这个位置哦 写这样就可以了哦 好 但是 我看了